好了,柏金遜症主要的症狀,就是四大應該就是說, 不過其實第四大,第四那個是很遲才發生的, 那個是講平衡力,最主要的三個就是這個,震,硬和慢, 震是怎樣震呢?就是靜止時候特別震多些, 通常一動起來的時候,它的震就會消失的, 所以震相對地主要是影響柏金遜症的外觀,柏金遜症病人的外觀, 因為它一動起來的時候就可以靈活,震本身又不是很大影響, 但是有時候都會令到病人比較尷尬一些,影響到自信心, 甚至柏金遜症病人,就算震得多厲害也好, 它還可以寫大字,畫畫都可以的, 但是反過來來說,相對地影響它們的靈活性,就會是硬和慢這個症狀, 硬的意思就是說,它們關節覺得很硬,覺得要很用力才可以動到這些關節, 有些人甚至乎是初期的時候, 柏金遜症就會表現上好像和五十肩重疊, 甚至乎是從五十肩去做按摩、柏黎茨, 但是做極都沒有好轉, 這就是因為它們的關節硬, 跟著就會有慢的症狀, 就是譬如它自己, 尤其是身邊的人覺得它的動作比較慢, 為什麼走路經常要等它呢? 以前走一段路五分鐘走完,現在要十分鐘呢? 這個是慢, 除了腳之外,它的慢也可以影響手, 譬如是吃飯、夾菜,沒有那麼靈活, 或者扣扭、梳洗的時候也慢很多, 典型的柏金遜症, 通常的症狀出現在是單邊, 無論左或者右, 但是也有少數人兩邊同時在一起發, 通常最典型的就是單邊的症狀可以維持很多年, 甚至五六年, 起碼才會蔓延到另一邊, 好, 再說回說, 各個動作遲緩, 可以影響它什麼呢? 日常生活做可能影響到寫字, 坐的時候又只是固定了姿勢, 起步或者停的時候也有困難, 再說又是影響面部的表情, 行動的時候就發覺它擺手是少了的, 因為不覺, 我們平時雖然不覺而已, 其實我們走的時候, 左右兩邊的手擺來保持我們的平衡, 如果相對地聲帶動的時候都慢了, 就會影響我們講話的語調和聲量, 因為初初病發的過程是很慢的, 很多時候都不是病人自己首先發源的, 反而是家人或身邊的人發源他的性狀先的, 接著漸漸打後才會蔓延到另一邊, 到中後期的時候就會影響到它走路的時候, 膝頭抬不起來, 或者腳是離不了地, 就黏著地, 就越走越大聲, 因為腳不停地拖地, 到很後期的時候就會影響到平衡力, 令到它們容易跌倒, 還有它們走的時候, 重心會傾向前, 自己追回自己的重心, 就會越走越快, 這樣就更加容易令它跌倒, 講到期數的時候, 就是我們學術上, 潘信證其實可以分到五期六期, 但是這些在日常臨床上, 或者對病人來說, 其實意義不大, 因為第一, 這些就是學術上的應用, 第二就是, 這個期數其實不是均等的, 不是說一期有兩年, 接著有兩年兩年兩年, 不是的, 尤其是早的階段, 其實可以維持很久的, 那, 典型的潘信證可以在初期, 即是不影響它的日常生活下, 可以維持五六年, 起碼的, 那就不用擔心, 它是一個很急速演變的病, 當然, 不幸運, 越久的時候, 病情會越來越嚴重, 但是, 現有的藥物, 其實就不斷有新藥出來, 都幫到的症狀已經很多, 那就不用擔心, 會很影響日常生活, 畢竟這個, 都是長期病, 我們雖然說有藥, 但是就要完全把所有症狀治好的話, 是一個平衡來的, 等於會講多些, 始終有個心態的轉變, 就是你要和病是共存, 那就是怎樣, 不要讓病影響你太多之餘, 也都要接納, 始終是一個長期病, 我們不擔保過幾年間有什麼新的, 因為不斷有新的研究, 尤其來近幾年, 很多新的發展, 可能有機會, 就將病徹底藥都不出奇的, 大家可以打個比例, 就是等同於糖尿血壓, 如果控制得好的時候, 其實是不大影響日常生活的,